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对它进行处理 发热 咳嗽 腐泻 呕吐和样买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发热 什么叫做发热 之前我们在日常护理中和大家讲过了如何来测量体温 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说新生儿的夜温 是我们实际上最常测量的一种方法 其次是我们的肛温 耳温 然后就是口温 一般我们来讲低龄的儿童我们不太建议测什么 不太建议测口温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夜温是什么 夜温是在什么 36到37度 那我们的肛温是在什么 37度5内 那什么叫做发热 那新生儿的肛温超过呢 37度8 夜温超过37度 这种时候呢我们才称它为什么发热 那婴儿的发热我们之前其实说过 婴儿的发热可以是生理性的 因为孩子呢他调节这种体温的能力比较差 如果屋内的温度比较高啊 或者是我们说什么 你给孩子穿的比较多 那这种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发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进行怎样处理呢 对吧 我们及时的降低调整了屋内的温度 还有呢 孩子身上的覆盖物的这个多少 那孩子观察一下 它逐渐温度就下来了 喝点水之后 那这种呢 就是不是我们的病理性的什么发热 当然呢 我们说也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对吧 比如说他出现了什么 呼吸道的感染 那他是不是就可能出现了什么呀 发热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发热呢 是我们观察小孩身体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要会熟练的进行测温 那如果针对夜温来讲 因为这个呢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一种呢 我们说测温的方式 那如果他在37度5到38度之间 我们称他是一个低热的状态 那38度1到39度 我们称他是一个中等热度 39度1到41度 那我们就该称高热了 那像这个高热状态是我们在领导中要特别什么呀 注意的 因为呢我们说高热之后 高热的状况下 因为孩子的中处神经系统没有发育的特别完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很容易出现什么 惊觉的这样一种情况 引发了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什么呀 特别的注意 当41度以上 我们就称其为什么 超高热了 那 钢温 我们说 这用于什么呀 直肠的 对吧 还有呢我们说 口腔温度 以及呢 还有我们的 这种夜温 耳温 啊 那么测量的部位和时间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呢 都和大家呢 做过什么 做过介绍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家庭中使用的时候 用的呢 还是夜温用的是最多的 那测量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之前我们提出的要点 对吧 要让什么测温头 要加在夜的什么 中心部位 而且呢 要帮助孩子 把什么 把他加紧 啊 离他的和他的躯干之间啊 要加紧 还有呢 他的测温的时间要大于呢 5分钟 那引起发热的原因呢 很多 对吧 我们说环境因素引起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还有呢 新生儿的什么 脱水热 啊 后面呢 我们也会对这个疾病呢 再去进行一些呢 我们的讲解啊 现在的脱水热 还有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是不是一些新生儿的感染 对吧 那他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什么样 发热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呢 其他的一些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呢 都可能吗 导致发热这个情况的 这样的一个出现 那出现了发热 我们怎么办 啊 我们怎么办 首先其实我们就要考虑 它是生理性的发热 还是什么呀 还是病理性的发热 啊 其实这个来讲呢 大家是可以去进行什么 一些基本的判断 并不是像有的家长说 说我不知道啊 我又不是医生 我怎么判断呢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大家遇到了一个孩子的这样一个发热情况 那首先其实我们应该观察的是什么 在测温的同时 我们应该观察的是孩子的精神状态 啊 说这个孩子 现在弱 但是精神很好 食欲也很好 那我们首先其实应该考虑的 是不是一些生理性的一些发热 啊 那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去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说室温的调整 对吧 还有呢 什么 哎 覆盖物的这样一些调整 啊 那这些是不是 再给他喝点水 他是不是温度就可以什么呀 降下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他是一个什么呀 哎 生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发热 是因为我护理不太大 然后造成的 所以呢 出现一个发热之后 我们观察了他的精神状态 那我们就要在处理的时候 抓住这几点 第一呢 就是让孩子要多休息 对吧 多数孩子肯定这个时候 以睡眠为主了 啊 多喝一点水 比起平时来啊 不管啊 他是生理性的发热 还是病理性的发热 喝水都是很重要的啊 发热的时候 你就要让孩子 要比平时 要多喝一些什么水 啊 哎呦呢 我们说穿衣盖背呢 要适当 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 既要保暖 这个非常重要啊 因为他的这个体温调节功能很弱 但是呢 千万不要五 啊 啊 之前我们见过很多的这个家长 啊 尤其呢 我们说一些老人在看孩子的时候 那他就是讲究老法啊 这个产妇也要五 孩子也要五 啊 别动着了 啊 因为呢 这些方法产生的原因啊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在很早之前 那以前的这种医疗卫生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感冒发热 是导致产妇和婴儿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啊 所以呢 而且当时的条件可不像现在的条件 对吧 古代那个条件 平民的条件 可不像大家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那个时候呢 注意保暖 是非常重要的 你肯定在 那家里的条件很弱呀 那你肯定来把这些 被子什么都来给产妇和婴儿用上 避免他着凉 对吧 但是呢 你现在的条件 他不是这样的了 对吧 那大家就应该呢 他要注意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见的 都把那个孩子捂的脖子后脑全都是汗 那奶奶还觉得不够呢 还在往上包呢 那所以这个呢 一定是要注意 就保暖的同时 不要什么 不要捂 啊 那保证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 如果孩子身上出了很多的汗 那你肯定是什么 穿多了 第二呢 就是当发热的时候 不是第一个治疗方案 就是吃退热药 其实无论成人还是婴儿 那这个原则都是适用的 发热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什么 一种表现 在发热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抵抗力 也是在什么呀 在增强的 也是他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说一发热就要什么 吃退热药 那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以为它要达到温度的一个高度的时候 那我们才能够按照要求来去吃什么 退烧药 那说 哎 那我现在热度有些高 我要怎么办呢 那首先我们要用的实际上是物理降温的方法 物理降温的方法呢 可以采用呢 就温水浴 酒精擦浴 以及退热贴 这几种方法处理 那温水浴呢 实际上 我们说你可以把它呢 用温水去 这个 当然洗浴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呢 我们比较常用的 就是你用毛巾 沾着温水 来对孩子进行什么 进行擦拭 那重要擦拭的这个部位 擦拭的部位是什么 是这些皮肤皱褶比较多的部位 你比如说脖子 比如脖子 然后呢 肘窝 腋下 腋窝 裹窝 然后 腹股勾勾 这样的一些位置 我们呢 去进行擦拭 因为这些位置呢 它热量 因为夹着 它热量比较容易堆积 加上它的皮肤皱褶比较多 然后呢 它热量容易堆积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你可以重点擦拭这样的一些位置 还有呢 像我们头部的什么呀 像额头 对吧 局部降温之后 对大脑是有什么 是有保护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温水 去擦拭 重点擦拭这样的一些部位 那 像厚薄梗子呀 像这些地方都给孩子去擦一擦 那么在擦拭的过程中 那实际上我们会 什么 带走一些什么样 热量 那不要用凉水来擦 啊 要用温水和它的体温温度 啊 差不多 甚至能略高一点的温水来去什么擦 啊 就可以了啊 在擦的过程中又要注意什么 又要注意覆盖 啊 您这儿擦着 别说我擦这个脖子的时候 这孩子全身都脱光了 不用啊 我们可以分部位来去擦 也就是说呢 在擦拭的同时又要注意什么 保温 避免孩子呢 招凉啊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一个温水浴 这个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啊 用到的 那么另外呢 我给大家标广了一个 就是酒精擦浴 那酒精擦浴这个事情呢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啊 一定要注意 那之前呢 我们是见过啊 有一些家长就特别喜欢用酒精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酒精呢 它带走皮肤上热量的啊 这种能力呢 它是非常强的 因为它挥发性特别强 在它挥发的同时 它就会带走身体上的 皮肤上的大量的热量 即使平时我们没事 我们拿酒精擦擦手 是不是也会觉得手腕很什么 很凉 所以它的降温效果呢 是非常快的 但是我们说 对于低龄的儿童 特别是新生儿来讲 我们现在呢 是不太建议 大家使用酒精擦浴的 比较建议还是什么 温水浴 为什么 大家不要忘了 酒精擦浴 它即使是在皮肤上 那我们说 像它其中的这些乙醇 也是可以通过什么 我们的皮肤进入体内的 啊 那么小孩子呢 它的代谢能力是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也曾经见过报道 就是因为酒精擦浴 给孩子擦浴 用的擦的过多 时间过长 然后呢 造成孩子最后出现了酒精过 中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然后造成了肝损伤 啊 就酒精中毒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来讲的 像酒精擦浴 我们是不建议地灵的孩子呢 来去使用的 啊 另外呢 现在市售上呢 还有一些什么退热贴 啊 这个退热贴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可以使用退热贴呢 贴在孩子的什么呀 头部啊 因为它退热的效果呢 它是比较持续的 这样呢 可以保证呢 我们头部的温度呢 还相对比较低 避免呢 我们说孩子来讲的 大脑受到什么呀 在发热的过程中受到损伤啊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药物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在什么 医生的指导下 啊 医生的指导下 吃什么药 吃什么剂量 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 吃一次 都是有什么 有规定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 如果你采取 像药物降温的方法 一定不是自己 去做的决定 特别呢 不能像我之前说的 把我之前大人吃剩下的药 给孩子吃点 那不行啊 一定要用呢 我们说孩子呢 专用的一些药物啊 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啊 所以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在发热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首先去 从整体上去进行观察 去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生理性的 还是一个病理性的 如果是一个病理性的 那我们要注意 那就要及时送到医院 首先是去进行诊治 在医生的指导下 我们去进行了相应的一些什么处理 那如果是一些生理性的 那我们就可以啊 去进行一些呢 我们养护方面的调整 那么对它呢 去进行整个的一个啊 我们说消退 那另外呢 我们说退热的方法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 大家呢 是一定要求大家掌握的 啊 那么在发热的同时 啊 发热的同时 我们采用的恰当的物理治疗的 这样退热的这些方法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这样的效果 啊 第二个情况啊 常见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咳嗽 啊 这个咳嗽呢 我们大家知道 也是我们的婴儿 我们的新生儿呢 经常会出现的 这样的一些 常见的一个症状啊 那么咳嗽呢 实际上我们说 它是最常见的 新生儿的呼吸系统疾病 啊 它与什么样 我们的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 关系的 那我们在咳嗽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啊 包括呢 我们说你要是带着孩子 去看诊的话 那医生也会问你 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那就是说 我们在平时呢 观察的时候 要从哪些方面呢 去进行观察啊 那我们要观察的 是不是一些呢 刺激性咳 还是呢 肝咳 啊 它的这个咳嗽 跟孩子接触什么 有没有关系啊 比如孩子 一接触冷空气 它就开始什么 它就开始咳嗽 一吸出冷空气 它就开始什么 咳嗽 对吧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什么 诱因 啊 有没有 痰 这咳嗽就是干咳呀 还是咳嗽的时候伴有痰 那作为低龄的这种婴儿来讲啊 婴儿来讲 和多数的婴儿 它是咳不出痰来的 它不会 啊 就咳痰 把痰吐出来 这是需要学的 啊 但是孩子做为什么 他是会有痰 然后他就会继续咽下去的 也就是他把这个痰从呼吸道 是呼吸道分泌出来的痰 对吧 他再把它咽下去 咽到消化道里头 啊 所以很多的婴儿 他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痰 对吧 多数孩子它是咳不出来的 那得需要什么 需要家长去观察 就说哎 那他到底有没有痰 啊 那我们说咳到有痰 他就有痰身 对吧 咳干咳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啊 那如果有痰 我们在护理的时候 能不能看见 比如他痰在什么呀 咳住在什么呀 在口腔部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痰的颜色 啊 痰的颜色 啊 是白的呀 还是黄的呀 还是什么 其他的 或者说哎 我看不出来 因为孩子已经吞咽下去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啊 那是否是伴有什么 喘 什么叫喘 困难 对吧 喘息 这个是什么 喘 有没有孩子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伴随着呼吸困难 喘不动气的 这样的一些感觉 还有呢 有没有一些全身的症状 啊 发热呀 啊 发热伴咳嗽 是吧 呕吐伴咳嗽 哎 咳嗽伴腹泻 等等 啊 还有呢 这个孩子整体的一个 哎 精神状态等等 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呢 需要我们去什么 去进行观察的 啊 那引起咳嗽的这个 情况呢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比如我们说 冷空气刺激 对吧 出现咳嗽 我把这个孩子呢 哎 带出去 啊 带出去 哎 出去以后 哎 这个孩子外头比屋里头凉 这个孩子 吸了一口凉空气 然后哭起了咳嗽 啊 无需紧张 对吧 偶尔的咳嗽 没有什么之后的 哎 没有一个延续性的 那这种呢 完全不用紧张 它就是受凉后的一个呼吸道的自我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反应 对啊 还有呢 咳嗽在我们说比较多的 就是什么呀 呼吸道感染 啊 那这个咳嗽出现的实际上 它一定有前序啊 有前序 它的一个什么 病因啊 那比如这个孩子呢 那比如这个孩子呢 着凉了 啊 或者呢 被传染了 是吧 哎 家里有一个人得病了 又来看他了 啊 这个孩子呢 之后呢 就出现了啊 我们说 哎 感冒 咳嗽 发热啊 然后饮食不佳 精神呢 哎 萎靡啊 出现了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啊 那它就会出现什么呀 哎 出现咳嗽啊 咳嗽 那咳嗽一开始 我们说如果是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话 那么我们会听它的咳声是比较什么呀 比较靠上的 对吧 那它如果呢 到了下呼吸道 哎 我们到了肺里头 那它的咳声就比较什么呀 哎 就比较深重了 哎 有时觉得哎 这种咳的越来越什么呀 是吧 大家就有这种感觉 先开始上头啊 怎么后来就慢慢到了胸股后头了 然后就好像到肺里头了 是这种感觉 咳的越来越什么 越深啊 然后出现了痰呐等等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呼吸道感染 实际上呢 是我们临床中婴儿咳嗽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啊 因为这个呼吸道感染也本身是婴幼儿阶段的 它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啊 还有呢 就是过敏性的这个婴儿的这个咳嗽 这个呢 大家呢 就一定要注意观察啊 因为各个孩子 他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孩子呢 在某个季节 他就容易咳嗽啊 或者呢 一接触了某种东西呢 就咳嗽啊 你比如说 我之前见到一粒孩子呢 啊 婴儿 他就是什么 他只要见到了花生 他就咳嗽啊 他不能使用呢 花生一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遇到他就会咳嗽啊 等等 哎 或者呢 对某些什么花粉啊 这些地方他就咳嗽 那如果说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关系啊 到了某个季节啊 虽然我不知道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但是呢 到了某个季节 某个特定的季节 比如每年的啊 清明时节 前后 哎 这个孩子就容易什么呀 就容易咳嗽啊 或者呢 他一接触了某种物品 或者他一闻到了某种味儿 对吧 他就呢 有咳嗽 那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敏感的去发现 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过敏性的咳嗽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特别确定对什么东西咳嗽 但我们是可以后期去做一些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些什么检查 然后查明他对什么东西更加确诊一下 他对什么东西什么呀 就过敏 那么如果是这种过敏性的咳嗽 OK 一定大家要注意 只要脱离了过敏源 那么他这个咳嗽一般 他他是不会被什么样被诱发的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对这个过敏源的整个的一个防控 啊 那这个呢 是过敏性的这些咳嗽 还有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啊 这是一个呢 我们临床中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就是物吸异物 物吸异物 特别是对于呢 稍大一点的婴儿 啊 因为新生儿来讲 他自己的这种 他也拿不着东西 他可能吸不进去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稍大一点婴儿 当他的手有动作了之后 他可能就抓住一些东西 然后呢 很自主的把它放在什么呀 口腔里头 啊 口腔里头呢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他不是个吃的东西 啊 他一吸 他咽不下去 对吧 他一吸到了什么呀 气管里头 那这个东西呢 就应该要特别的注意 啊 特别的注意啊 或者是一些呢 我们说不适合给孩子吃的 这样的一些食物 对吧 那么给了孩子吃了在吸的过程中 然后进入了什么 气管 那物吸一物 出现的咳嗽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啊 很多时候呢 会迅速的造成孩子出现窒息的状况 如果不及时的去治疗 那他可能就会导致他死了 啊 那 所以当宝宝如果出现猛烈的这种咳嗽 强咳壮啊 猛烈的咳嗽 然后同时伴有就是 哎 面色 啊 我们一看 要发青 发紫 那这种状况下一定要注意啊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呢 误入气管啊 然后及时呢 要进行呢 相应的一些什么 哎 异性质量啊 那出现咳嗽之后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几个护理的一些呃 原则 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要适当的增加什么 饮水量啊 少量多次啊 特别是呢 有的时候天气冷了 还有呢 天气干燥时候 这时候的咳嗽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可以适当的呢 增加一些饮水的量啊 然后保证呢 我们说它整个 呼吸道的这样的一个 什么呀 哎 这样的一个 爱湿润 那这时候呢 可以呢 适当的增加一下饮水 能缓解这个咳嗽 还有呢 咳嗽的时候呢 要避免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啊 呃 第三呢 就特别注意的是 要保持什么 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 这点呢 要特别注意 特别是呢 我们怀疑有些孩子 有一些过敏性的咳嗽的时候啊 呃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孩子来讲 他的呼吸道 它是很娇嫩的 也是很敏感的啊 那古人说了 说这个肺为胶脏 毫毛必咳啊 有个什么小毛毛进去 他就一定会咳嗽啊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 他是在一个呢 这个周围牢有很多的 这个空气中 有很多不干净的这些东西 灰尘也特别多 对吧 哎 然后时不常还有些什么 毛发碎屑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他是不是就容易引起 他什么样 吸入进去容易引起咳嗽啊 对吧 哎 那这种时候呢 一定是要特别注意啊 那比如我们说啊 这段时间有雾霾天气了 那怎么办 那您屋里是不是 搁一个空气净化器啊 是吧 避免这些颗粒物呢 进入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体内 那您家里扫地的时候 是不是不要上来 就像我们成人这样的 上来就拿大条柱扫 您是不是 哎 用一些什么呀 哎 我们说吸附性的啊 比如我们说 哎 用那个静电的那个 那个托吧 对吧 他把那些灰尘可以什么样 脱掉 他不让他刺激 他飘在空中 对吧 等等 那么保持呢 空气清新 这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还有呢 就是避免着凉啊 多休息 避免着凉 哎呦 要注意呢 排弹 啊 帮助孩子呢 把弹给他什么样 排出来啊 多排弹 小吃药啊 这个药物呢 打从小的时候 吃多了 实际上是不太好的 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 孩子的很多脏气 他都没有发育成熟 那实际上 药物你吃进来 的时候 他还要排泄出去啊 对吧 他是会对很多的脏气造成所损害的 尤其是肝肾功能 啊 啊 那下面呢 我们看是腐泻这个问题 啊 那腐泻 引起腐泻的这个情况呢 也是非常多的啊 那么什么叫做腐泻 大便次数增多 大便的性状改变啊 主要的症状就是这两点 一次数增多了啊 啊 本来每天呢 我们说三到四次 现在我们一天十多次 啊 还有呢 本来是我们说是什么呀 哎 这种啊 啊 讲金黄的膏状的这样的一个大便的情况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一个什么呀 淡花样的 哎 很稀 很稀薄的 哎 这就是我们的性状什么呀 发生了什么 改变啊 所以呢 腐泻呢 我们说它的特点就是两大点啊 次数增多 性状发生什么呀 改变啊 那我们说它的是一个 我们说 呃 婴幼儿时期啊 发病率非常高的 这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那 它主要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的一个腐泻 啊 大便的次数和性状发生变化 还有呢 就是它可能会伴有什么 呕吐啊 因为它是个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啊 然后 很关键的一个点啊 很关键一个点 是水边解质的紊乱 啊 水边解质的紊乱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么也就是说 婴儿的腐泻啊 孩儿的腐泻 那么很重要的是 首先要防的是什么 不是说让他多吃多少有营养 的食物 首先防的是脱水 啊 因为脱水之后 它会造成他全身的水天价值紊乱 那作为 它是可能会引起呢 生命危险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防止呢 脱水 后面我们在护理中呢 也会和大家呢 再继续去讲这方面的问题 啊 那腐泻呢 实际上是造成小孩的营养不良 你还经常腐泻吗 对吧 我的营养物质不能正常的在体内什么 消化吸收 哎 它可能呢 就会出现什么 营养不良 啊 营养不良之后呢 它生长发育 是不是就出现了什么 哎 对障碍情况 那如果出现了一些脱水 急性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还可能引起死 那作为腐泻来讲呢 呃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作为有一些的腐泻 生理性的腐泻 实际上来讲 我们不把它啊 认为它是一种疾病啊 它是因为呢 我们做小孩的肠胃功能呢 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善 对吧 然后呢 呃 不同的哺乳方式 也会导致呢 哎 形状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排泄物 对吧 你比如我们说 你是纯母乳喂养的呀 还是呢 混合喂养的 还是人工喂养的 对吧 那 特别是在有一些 进行变化的时候 还说这个孩子 又要母乳喂养 然后又要人工喂养 哎 那它对这个奶粉适应不适应啊 对吧 换一个奶粉的时候 哎 它适应不适应啊 等等 都可能出现一些呢 生理性的腐泻 对吧 那之前呢 我们也讲过 那如何去判断 那生理性腐泻 我们呢 哎 进行恰当的护理就可以了 那么等它的 胃肠功能稳定之后 啊 那么生理性的腐泻 它就自然会什么呀 会停止 啊 那 病理性腐泻 是需要我们大家呢 特别注意的啊 那病理性腐泻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我们说的 叫非感染性的腐泻 它可能跟什么有关呢 跟 比如奶粉过敏 啊 你比如我们说的 有些人对什么呀 对大豆 他本身的肠道是过敏的 有些婴儿 对吧 那他吃了 哎 以大豆为主要成分的奶粉之后 那他是不是就会造成他过敏啊 对啊 哎 那我之前见过一例小孩 那他就是什么呀 他对很多的奶制品他都过敏啊 他甚至连吃母乳他都会腐泻啊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怎么办呢 那他后来就只能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啊 带餐来去啊 去喂养 所以他对有些人呢 是对这种奶粉是过敏的啊 或对一些是不耐受的啊 还有呢 一些是我们的喂养不当啊 喂的量啊 然后次数啊 哎 都不太对 那会出现的一些呢 我们说病毒性的腐泻 另外呢 就是一些感染性的 那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还有黴菌也好 那都可能导致什么样 哎 感染性的腐泻 那么这个往往是跟喂养的不当 是有关系的 之前我们提过 对吧 病虹口入啊 啊 那我们说婴儿来讲 他的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他存在着不卫生 还有呢 包括他的器具 没有呢 清洁消毒干净 是不是都可能造成什么 感染性的这种腐泻的这种出现 啊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那 如果我们说是一个生理性的腐泻 啊 在喂养的时候 对吧 哎 次数什么 增加 啊 生理性的腐泻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喂养不当造成的腐泻 啊 那么我们往往就会出现 肺面中呢 出现一些什么 泡沫 那带有一些呢 哎 不消化的一些食物 那大便呢 会有一些酸腐的一些什么样 一些臭气 啊 孩子呢 会出现呢 苦恼呕吐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你要生理性的腐泻 孩子没有什么痛 对吧 精神状态非常好 体重呢 也会什么 也会增加 啊 但是它就是什么 就是比别的孩子呢 拉的多 啊 这种呢 就我们说生理性的 但是呢 其他的 有病理性的腐泻 那你要长期的腐泻 没有去进行好的调理 那孩子肯定生产状况 是出现什么 问题的 体重呢 不增加 对吧 啊 那 还有呢 一些呢 我们说奶粉过敏的 啊 奶粉过敏的 那 往往孩子呢 除了我们说 这个腐泻的症状之外 那还会有了一些 全身症状 比如说呢 它可能会出现 呃 这种湿疹 啊 啊 湿疹 其实小的疹子 啊 还有气喘 等等一些呢 我们说一些症状 那我们就应该敏感的去反应 它是不是一种什么 奶粉过敏的情况 啊 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更换 胃养物啊 你只要不把这个过敏源去掉 它一定会持续下去的 啊 所以我们说 新生儿呢 一旦出现腐泻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去观察相应的一些指标 啊 相应指标 那么大便的次数和形状 这是要记下来的啊 那大家呢 如果说我们说去看 带孩子去进行就诊的时候 对吧 你就诊的这会儿工作呢 你说 它不一定就会写 对不对 那所有的我们的一些情况都是要什么 哎 都是要我们提前去准备好的 看医生之前 我们其实是要准备好的 啊 大便的次数 形状 颜色 哎 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浓 雪 黏液啊 这样的一些夹杂啊 那同时 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 哎 精神怎么样啊 面色肤色怎么样啊 对吧 那孩子是这种是不是很焦躁 很烦躁 老哭闹啊 啊 然后有没有这种肚子鼓鼓的这样一些情况 半背半随呕吐 半背半随发热啊 小便的量怎么样啊 等等 那么这些症状呢 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呢 去进行什么 去进行观察的啊 也就是说 我们提供给医生的应该是一个呢 我们说非常什么详细的啊 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 这样的话呢 才有助于呢 我们的医生去进行一个什么啊 诊治 那么包括呢 大家实际上来讲 在腹泻整个的一个过程中 那我们也要把这些方面去进行什么啊 要注意啊 对吧 你才能知道 你记下来你才能知道 他今天比昨天怎么样 对吧 哎 那次数减少了 是吧 大便的形状发生了改变 那就说明他什么呀 治疗是什么 有效的 啊 要不然你怎么去进行比较啊 对啊 你再把呢 我们说两天的 三天的 我们去进行什么 还进行一些比较 好 那对于腹泻的护理上来讲 几个方面 第一 补充液体 刚才我提到了 盐防脱水啊 一旦脱水 水电解质 稳乱 这个来讲呢 是对孩子是一个极大的障害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 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腹泻比较多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呢 可以适当的饮用呢 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的口服补液盐 啊 那么兑适当的水 啊 然后呢 给孩子呢 去进行什么 去进行饮用 啊 调整饮食 啊 你一定要去观察 那哪些饮食是什么 孩子不能吃的呀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说在腹泻期间 那食物的温度 啊 食物的油腻程度 啊 食物是不是好消化的 那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注意什么 要注意调整 啊 第三个很重要的点 消毒卫生 啊 那 不管是不是胃养的 器具出现的问题 那我们说消毒卫生 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一旦出现 腹泻的情况 我们就应该 首先其实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卫生问题 那我们要加强啊 对所有食具的 这样的一个消毒 腹部要什么 要保暖 啊 腹部要保暖 还有呢 要保护孩子的小屁屁 为什么 腹泻呀 它次数多呀 大家可以想想 它是不是对它的 娇嫩的直肠部位 它实际上 包括它周围的皮肤 那是不是都是一个 极大的伤害 那你每次都要去清理它 对吧 对皮肤来讲 是不是也是个什么呀 也是个摩擦 那么它经常这个大便呢 附在它的屁股上 对吧 那是不是对皮肤 也是有什么呀 有伤害的 对吧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 大便里头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啊 我们说既有微生物 对吧 又有酸碱成分 那这些是不是对它 局部皮肤都是有伤害的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腹泻的婴儿 那我们在这个护理的时候 要及时清理大便 啊 及时清理 清理完了以后 那么要清洗 啊 清理 清洗 还有注意什么呀 注意防护 啊 注意防护 要适当的涂一些呢 我们的爱润肤的 这样的一个护肤品 啊 保护呢 它的皮肤的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还有呢 就要特别注意观察啊 啊 那我们之前讲过 孩子的所有的疾病呢 它会发展特别快 好起来也特别快 但是呢 要不好 也会非常快啊 啊 它病情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它会发展非常迅速 所以呢 尤其像腹泻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那一定要注意观察 如果呢 发现它的频率啊 增快了 腹泻的这个频率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厉害了 啊 那及时的一定要去什么 医院去进行的 爱诊断治疗 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提的啊 我们说腹泻的 这样的一个护理 那下面我们来看 下一个常见问题 是什么呀 是呕吐 啊 呕吐 那呕吐呢 一种反射性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吧 哎 那婴儿呢 它胃中和小肠中的一些 呃 消化物啊 本来应该 我们说应该是从上而下的 对吧 进入了常理了 现在好 没进去 那怎么办呢 反向冲到口腔里头 然后从口腔里头去排出 这就是一个什么呀 呕吐啊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呕吐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啊 消化道的问题 当然我们咳嗽是什么 咳嗽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 对吧 是从气管出来的 那呕吐是什么 是从食道啊 从食道呢 到了口腔 然后呢 什么呀 出来的啊 那呕吐呢 它可以是这个消化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也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伴随症状 那我们说如果出现呕吐啊 我们要注意观察哪些方面 特别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你呕吐的次数 啊 怎么吐 吐多少次 啊 第二要特别关键的 是否是 噴射状 噴射状 什么叫噴射状 压力非常大 哇就吐出来了啊 然后 非常的迅猛 那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的说什么 噴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呕吐 因为噴射状的呕吐 我们首先应该警惕的是什么 是颅内压的增高 颅内压的增高 啊 那颅内压的增高 主要是脑部的一些疾患 然后引起的 那这个呢 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孩子出现了 一旦出现了这种 噴射性的呕吐 来势汹汹啊 噴的力量很大 啊 那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要 及时的去 送到医院去进行什么 诊断治疗 因为可能危机生命啊 所以 这个噴射状的呕吐 啊 还有呢 呕吐物的颜色 你看 是你的食物吗 对吧 哎 还是中间夹杂了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哎 颜色的这样的呕吐物 比如我们说 假如他要混有什么呀 混有胆汁 哎 那这个呕吐物里头 就夹有什么 夹有黄绿色的 对吧 哎 那他要是说 有一定的出血 啊 那他喷出来的 呕出来的 这个呕吐物 他就会有什么 中间夹有一些什么呀 血性 一些鲜红色的 啊 也就是说 他的颜色 啊 到底是什么 哎 就是一个消化物 对吧 哎 那如果我们说 只是一个消化物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去考虑 如果他伴有 其他颜色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 这些颜色 是从哪里而来的 它可能是什么物质 对吧 啊 还有呢 是不是伴有 腹痛 腹胀 啊 这个呢 来讲我们说 作为小孩子来讲 他 动骨 还有呢 你一碰他肚子 然后呢 他就不舒服 他就疼 他就哭闹 啊 他就闹得加剧 那用这些呢 表现 我们来去 哎 推断 他是不是有一些 腹痛啊 腹胀啊 这样的一些 哎 症状 啊 还有呢 就是 他的全身症状 哎 精神怎么样啊 对吧 还有呢 面色怎么样啊 啊 啊 振发性 是不是有振风性哭闹啊 对吧 你比如有的孩子 吃完奶以后 对吧 吃完奶以后 过了一会儿 然后哗哗的吐了 吐完以后呢 他很开心 是吧 觉得这个 没有关系 啊 吐完以后 那他可能就是吃的太多了 啊 他来不及下去 他吐出来 反而他的胃肠的 怎么样 负担减少了 他反而处在一个 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那 那我们大家就观察完了以后 那 不能认为 他是一个病状态 对吧 好 那 如果从 嘔吐这块来讲呢 其实我们要注意几点 啊 主要几点 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 从护理上来讲 一个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去 改善了 喂养的方法 啊 说这个孩子吐 对吧 这个孩子吐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啊 吃完饭 那就吐 每次吃肉很开心 吃了很多 啊 老好像吃不完似的 吃不饱似的 但是呢 吃完了以后 他就什么 过活他就吐 那我们就考虑 这个孩子是不是 就是说 在饮食的这个摄入上来讲 他是有病的 什么呀 他想吃这么多 但是胃可能受不了 对吧 那这种时候 那你是不是就是 你在喂养方式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去进行一下调整啊 那孩子能吃多少 那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是不是就要什么呀 对吧 你就要停止这个哺乳 哎 那这就是我们说 要慢慢去摸索这样的一个胃养的一个量啊 次数等等啊 调整了整个的一个胃养的一个什么方式啊 还有呢 我们就说呕吐完了以后啊 一定呢 要禁止喂食一段时间啊 也就是说呢 让他的这个胃啊 那实际上我们来讲呕吐 他即使吃多了 他去吐出来 那我们想 我们的 他和胃的正常的蠕动方式 蠕动方向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他还是吐完了以后 他会什么呀 局部他是不是 不是很熟 对吧 所以这段时间内呢 你一定要禁止喂食 不要再让他吃太多多东西 不要再加重呢 我们说胃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啊 还有呢 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纠正体位 吐吗 对吧 哎 如果你说 让这个孩子成头高脚低胃的时候 那他吐的这种可能性就要小一些 对不对 哎 所以你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抱起来 竖起来 啊 这样的 哎 去拍一拍他 不然他剁胃的 这样的去拍一拍他 然后不要让他立刻就什么样 就躺下 啊 这样 如果说他是横躺的 对吧 当时我们也提过 胃这时候 婴儿的胃还是成什么 水瓶状的 啊 那这种时候呢 平躺了之后 他是不是容易呢 哎 内容物呢 哎 通过口腔出来 出现嘔吐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 所以从护理上来讲 我们说 哎 喂养的方法 还有呢 进食 以及呢 体位的纠正 这个呢 都是非常什么 非常重要的 那 根据这些情况 呕吐 可以引起呕吐的这些原因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预防啊 最好不要吐 啊 所以 合理喂养 啊 适当的量 适当的次数 适当的食物 啊 喂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选择 正确的这样的一些姿势 啊 保证呢 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这个体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还有呢 生活呢 要健康 合理 对啊 哎 还有呢 我们说预防感染 那注意呢 我们所有饮食物的 持续的什么 清洁和什么 消毒 那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积极的去治疗 相应的一些疾病 那其实呕吐也有我们说刚才的脱水的问题 因为大量的这样吐出来之后 那它必定会造成呢 体液的损失和水电野质的紊乱 啊 所以呢 我们说呕吐和腐泻的婴儿都一定呢 要积极预防脱水啊 避免脱水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呢 引起它身体的健康 甚至呢生命的这样的一些威胁啊 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啊 同时孩子你看 他就精神都萎靡不振 那这种时候呢 一定要及时的加强了 体液的这样的补充 啊 那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样买啊 那样买呢 之前其实我们和大家呢 也去进行过什么啊 分析 那怎样去预防样买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来去看看 那样买怎么办啊 其实 新生儿的这个 酿奶呀 主要是由于呢 我们说有它的生理结构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也跟我们说喂养的方式 它是有关系的 啊 进食过多 啊 还多了 啊 我们说这个婴儿 是吧 新生儿最先开始30毫升 然后逐渐呢 从这个胃的容量 是30毫升 逐渐什么样 增加 对吧 那有的母亲呢 一开始奶量比较大 啊 那孩子呢 可能就不自主的啊 它进食的就什么啊 就比较多 但是胃又什么 又容大不了 然后喷门呢 又是松弛的 胃呢 又是什么 水平状态的 那这太多了吗 对吧 那你当他躺家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自然就要从口腔什么 反流出来 要溢出来 对吧 哎 有他的生理性结构 有我们什么喂养的什么样 喂养不当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喂养的方式 对吧 喂养过程中 他如果吞入大量的什么 空气 哎 这空气呢 他在胃里 他要占体移的 啊 那么当他躺家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想想 那个空气 他要往上顶啊 对吧 他就会带着奶 一起出来 出现了样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啊 所以呢 样奶这种情况的这种 呃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要什么 要预防 啊 要预防 比如说 孩子现在情绪不好 啊 哭闹比较厉害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什么呀 马上就什么呀 不要马上就去喂奶 对吧 然后喝奶的时候呢 控制速度 啊 不要太急 啊 奶嘴的孔 大小呢 一定是要适宜的 啊 如果奶嘴的孔啊 太小了 大家就想 他在多的过程中 他一定会吃进去 大量的空气 他吸不到 对吧 那如果你的奶孔太大了呢 啊 那你就想 他吸的时候 就是过冲 啊 奶量过大 奶量过冲 比奶会过急 那么都可能引起呢 我们说 硬要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让奶水呢 充满奶嘴 这个我们之前呢 去提过 对吧 有的时候呢 家长比较粗心 然后奶嘴呢 他是斜的 那这时候呢 他老是有什么 有空气在里头 他在吸的过程中 他就把空气什么样 吸进去了 一半奶 一半空气的这么吸 大家可以想 他胃内充的充气太多了 他自然他就会怎么样 顶出来 出现样奶 这种情况 还有呢 我们说之前 我们说的像充奶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吧 充奶的这样一些情况 你要使劲的 这么上下摇晃 他是不是有大量的泡沫呀 那些泡泡里头 是不是都是什么 都是空气呀 那他喝进去以后 他是不是就顶出来 对吧 等等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尽量去避免 喝的奶 不要太急 不要太快 同时呢 吞咽的时候 不要有大量的什么 空气出现 那同时呢 我们说喂奶后呢 要什么 一定要拍格 之前我们也讲过几个 拍格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对吧 比如我们经常采用的什么 竖直性的这样的一个 拍格的方式 让他拍在什么 母亲的肩上 让空心长的这样去拍一下 让孩子呢 把这个气体排出来 然后再什么呀 再我们说躺下 他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呀 一难 那还有一些护理上的 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 比如我们说 喂奶前呢 你先换尿布 先换了尿布 干干爽爽的 孩子心情很愉悦 然后呢 行 咱们吃奶吧 也是为了减少什么呀 减少的新生儿 奶后的体位变化 大家可以想 你换尿布的时候 你要低留他小腿 对吧 你得把尿布呢 垫在他身后 那这种时候 那是不是孩子都要什么呀 成一些暂时性的 我们说 叫头低脚高位 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说他的胃 受到一个这样的挤压 那他容不容易出现什么呀 出现样脑 他有喷门 有松弛 是吧 你怎么这么一挤压他 他可不就从上头 就什么样 就出来了 所以呢 一定的 就是你先换完尿布以后 再喂 这样可以减少的 我们说他奶后的 这种体位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喂奶的时候呢 我们说适当的调整的 我们说 整个这个体位 让他呈现的头高脚低 这样的一些位置 有一个体位的一个什么落差 另外呢 当吃完奶以后呢 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这样一些服务的运动啊 然后什么洗澡啊 都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 对吧 基本上什么呀 我们已经消化了啊 他往下走了 那这种状况下 我们再去什么呀 再去做一些这些运动动作啊 这样洗澡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 那这是呢 我们说的 常见问题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处理